譚德塞指中國清零無法維持 聯合國回佛遭山文 果然人的一生呢 就是出生入華死亡 連譚德塞也不例外呀 大家好我是新人律師 總算來到了我們一週新聞的時間囉 終於可以讓我講一些比較正經的話題了啦 上個禮拜真的比較抱歉 發生了一些無言瘴氣的事情 所以呢就有一些老粉會比較擔心啦 會不會說 欸 英成律師的頻道會變得風格之類的 但是呢 我覺得大家不用太擔心啦 既然我做這個頻道就是要推廣法律知識的嘛 所以在這個部分我們是不會改變的喔 那再來呢 有關於社會上各種需要關心 持續去關注的議題 我們也會持續為大家進行追蹤 所以真的不用擔心我們的頻道會變質 那本週的一週新聞回顧呢 在我錄影的當下 總共是有8482張投票 留言數有156個喔 非常踴躍的留言 那在我們票選的第五名呢 就是 羅志祥人氣照夯演唱會 開賣售九成啦 佔了8%的票數喔 就有網友在底下留言啊 欸 羅志祥是那個愛亂約炮 生活不檢點的空幹王 時間管理大事嗎 那還有人說 欸 羅志祥的選項只能證明台灣人真的很健忘啊 那也有人說 欸 台灣人是不是很容易原諒別人啊 之類這樣子的留言喔 羅志祥這個部分 給我的感覺比較像是呢 台灣人其實已經慢慢接受 他就是一個 會偷吃 會劈腿 會做多人運動的這個人喔 也就是說呢 他兩年前喔 被爆出 跟他原本那種深情啊 孝順的形象 完全不同的新聞之後呢 過了兩年 大家已經慢慢接受 他就是這樣子的一個人喔 那因為呢 他之前的形象實在是太好了 所以才會導致說 他被他的前女友爆出 原來他是一個這種花心渣男的形象的時候 哇 大家整個不能接受 所以造成整個觀眾輿論社會的反彈喔 那但是經過兩年之後 大家已經慢慢接受 原來他就是這樣子的一個人 所以呢 我們就看到在今年的跨年的時候呢 他在花蓮非常風光的付出嘛 那最近的演唱會 好像售票的成績還不錯 也許呢 就是大家 就覺得 反正他就是這樣子的一個人啊 那他還是可以繼續唱歌 繼續帶給大家娛樂喔 那大家不要用那麼高的標準去看待他 也許就不會受到那麼大的傷害 那我覺得這個事件很好玩的是說 其實呢 無論是明星或者是網紅藝人 有些為了追求商業上的利益 可能會把自己塑造成一個 非常非常完美的形象 那可能跟他本人 真正的為人喔 有很大的差距 那在這種時候呢 其實就要非常的小心 因為一不小心 很有可能就因沟裡翻船 但是呢 我也想要告訴觀眾啦 其實呢 每個人都是平凡人嘛 真的沒有人是完美的喔 也不需要對這些藝人啊 明星啊 投射太多太多 自己美好的幻想在上面喔 甚至是我 你們真的也不用說 我是個完美的人 應該沒有人這樣子想啦 我也不可能是個完美的人 我一定有很多缺點的喔 有我自己的立場 自己的觀點 那跟大家是不一樣的 如果說 大家可以接受 每個人都是平凡人 我們只是需要他提供相關的娛樂 相關的知識 不要投射太多的幻想在上面 知道這些人的真面目之後呢 失望感就不會那麼的巨大 好 那在我們票選第四名呢 則是 群創通過減資百億 盈餘分配 每股發放兩元給股東喔 那賺了10%的票數 那這個選項呢 是因為喔 最近有非常非常多的 上市櫃公司都在進行減資喔 所以呢 我們想說 把這個議題放進來 那跟大家來聊一下 減資的相關的知識 那減資呢 其實有分三種 有的是公司現金太多喔 公司呢 目前也沒有打算要利用這些現金 來進行相關的投資 所以呢 就把這些現金 回饋給股東喔 這樣子的意思喔 但是呢 還有一種減資 它是要彌補虧損的減資 比如一家公司 它原本資本額有1000萬 但是呢 這家公司 它後來的營運狀況非常的糟糕 股價非常非常的難看 但1000萬不太可能上市櫃啦 我只是舉例而已喔 所以呢 股東會喔 就決意要通過減資喔 那把原本1000萬的資本額 縮減成500萬 所以呢 公司整體的股份數喔 就會少了50%喔 但是呢 股東它持股的數值是不變的喔 所以呢 股價反而會因此而上漲 那這個是彌補虧損的減資 那還有一種是庫藏股的減資喔 那它的狀況又更複雜了 會發生在很多併購的相關案件裡面喔 那因為太複雜了 我們這邊就先不說 那群創這一次的減資呢 有很多人在猜面板業喔 像是它需要用到很多很多現金的一個行業喔 那但是呢 最近不論是群創或者是友達呢 都有減資這樣子的動作 那會不會代表面板業 他們的投資規模要相對縮小的呢 可能值得我們繼續關注下去 好 那票選的第三名呢 則是菲律賓總統大選 小馬可是當選總統 這則新聞呢 佔了15%的票數 那這則新聞呢 其實我本人非常的關注 因為我覺得真的是太驚悚太恐怖了喔 那再加上呢 因為菲律賓喔 這個新任總統 他的立場非常非常的親中 那另外呢 菲律賓也站得非常非常重要的 戰略位置跟台灣非常的相近喔 所以呢 他因為親中的立場 未來會對台灣的關係 以及美國在南海的布局 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呢 真的值得我們持續的關心 這個新聞為什麼很恐怖的原因呢 因為這小馬可是呢 他的爸爸就是老馬可是 是菲律賓的前獨裁者喔 那在位呢 是大概1965年到1986年年間 在位20多年的年間呢 其中喔 就有10年是在戒嚴的時期喔 那其實比起台灣還差得遠啦 但是呢 他在戒嚴時期期間呢 就大肆的關押 與他敵對的政黨跟人民 那就以國家安全為理由呢 聽說關押了高達7萬人喔 這樣子非常恐怖的人數喔 被刺死的人也不知道多少啦 再來呢 則是馬可是家族 他們貪污的程度 非常非常的嚴重 據說貪污的金額高達了 上百億的美金喔 那整個家族是 過著非常奢華難以想像的生活啊 跟菲律賓一般的人民 那種非常貧窮的生活來講 真的是天然之別喔 那聽說光是第一夫人 依美戴她的鞋子呢 就有高達3000多雙 豪華的衣服啊 珠寶啊 那就更不用說了喔 就是一個讓人家瞠目結舌的狀態喔 那在1986年的時候呢 馬可是他就打算呢 再用坐票的方法再次當選總統 引起民眾非常非常的憤怒啊 所以呢就引起政變喔 就推翻了馬可是 那馬可是家族呢 就在千軍一把的時候喔 藉由美軍的直升機 再玩到夏威夷去逃難了喔 最後呢 老馬可是他就死在了夏威夷 但是呢 他的故事還沒有結束 在老馬可是死後呢 第一夫人依美戴 就積極的要培養他的兒子喔 那即使呢 依美戴他有可能因為貪污的問題喔 可能會面臨高達40多年這樣子的刑責啊 但是呢 因為菲律賓他的司法效率實在是太差了喔 都已經到現在三四十年過去了 欸 到目前還沒有定罪喔 所以呢 依美戴就大搖大擺的回到菲律賓來喔 穿著華服喔 穿著他漂亮的鞋子 開始積極的培養他的兒子 小馬可是來從政喔 那這個小馬可是呢 其實他也非常的聰明 他只要呢 現在菲律賓因為人民的經濟狀況不好 所以呢 他就一直打著喔 要刺激經濟這樣子的路線喔 來引起這個平民們 對他的那一種寄託的心理喔 再加上呢 小馬可是他非常勝於利用社群媒體來替他打造形象 聽說呢 他就專門喔 在抖音上面拍了好多好多那種非常親民的影片喔 讓民眾覺得哇他真的好親民 那跟他呢有這種共鳴的感覺 那其中一點最讓人害怕的則是喔 小馬可是他在傳遞他形象的過程中呢 他也一邊傳遞著一種想法 也就是說 在以前獨裁時代的生活 欸人民搞不好生活得比現在還要好 這樣子的想法 不斷藉著這些社群媒體 灌輸給菲律賓的民眾 結果呢就造成了小馬可是在現在呢 以高票當選了菲律賓的總統 整個過程我覺得非常值得台灣來警惕 因為台灣以前也走過這樣子的威權時代 而且呢到現在我們還沒有進行真正的轉型正義喔 現在還有很多民眾對以前的威權時代 獨裁時代充滿著嚮往的這樣子的想像喔 那這樣子的情況有沒有可能在台灣再次上演呢 真的值得我們好好的警惕啊 好票選第二名的新聞呢 則是核運失事社違反國安法被捕的這個新聞喔 總共佔了29%的票數 那每次講到香港的新聞 我相信大家心情應該都跟我差不多 就是非常沉重又無奈的感覺喔 因為知道事情只會往越來越糟的方向過去 但是又無能為力的這種感覺 那大家應該知道喔 香港在前幾天之前才剛選出了新任特首李家超 也就是那一個只有一名候選人 那以超高得票數99.16%這樣子得票數 當選的新任特首 那果然呢他以當選之後 馬上呢就開始進行異議人士的相關的步驟了喔 這一次呢跟核運失一起被捕的人 還有包括了大律師吳矮一 書記主教陳日君以及學者陳寶強喔 總共四個人 那這四個人呢其實他們是香港的一個人道救援組織 612人道基金喔的信託人喔 那這612人道基金喔 其實主要從事的就是 援助逃亡到海外的香港異議人士 這樣子的相關工作 這一次呢就因為這樣子被依涉嫌違反國安法而被拘捕 因為呢這個拘捕人士當中還包含了一名書記主教 所以呢起先大家也都在猜 范蒂岡會有什麼樣的反應喔 那因為呢這四個人喔 在拘捕當天燒完的時候就已經都獲得交法了 會不會是因為香港當局忌憚於國際上的壓力而有這樣子的行為 可能值得我們後續的關心啦 其實呢台灣在前幾天喔 也有一名人權工作者李明哲 在中國拘禁的5年之後終於可以回來台灣 那李明哲呢他在記者會上面他就有說到 他認為他在中國被關押5年的期間 之所以沒有受到太多的虐待 原因呢可能是因為很多國際的救援機構 以及台灣的NGO組織 對他救援是非常非常高調的在進行 使得中共忌憚國際上的輿論壓力 而對他呢有所特別的對待 也就是說其實呢 中共是會忌憚國際的輿論壓力這個部分喔 面對香港的問題也許我們都可以做的是 把這些情況努力的幫他發生出來 讓國際上持續的關心香港的情況 那也許能夠讓香港免疫受到更多的苦難 好要選第一名的新聞呢 當然就是譚德塞指中國清零無法維持 聯合國微博招山文啊 佔了38%的票數 果然人的一生呢就是出生入華死亡 連譚德塞也不例外啊 這次世界呢 其實就是譚德塞 他在前幾天就公開的發表 他認為說中國目前的清零政策 可能沒有辦法持續 因為現在的Omicron病毒實在是流傳的太廣了 而且呢 他並且呼籲中國呢 在清零措施的時候 應該要注重個人以及人權的問題喔 哇那這人權的問題呢 當然就踩到中國的痛腳啦 中國什麼都可以喔 就是不能夠有人權 我們就看到環球時報的前總編輯胡錫進 馬上就跳出來大罵世衛啊 世衛你不應該從外部踩中國的台 那還有作家成根呢 也是措辭非常嚴厲的發文喔 指稱呢 世衛根本就是不懂科學科研水準落後 那世衛呢 反對中國的防疫政策 一定是別有用心啊 哇 我們看到這些戰狼喔 群起而攻之啊 真的是非常的有記事感耶 不知道什麼時候 這入華這兩個字 會被安到譚德塞的頭上呢 還是譚德塞他會有改口改吃 冰淇淋的那一天呢 就讓我們繼續看下去吧 不過呢 在目前喔 因為上海喔 有部分的地區開始解封了 所以呢 就在推特上面喔 就有一些網友 開始上傳了 上海人急著要逃亡 逃離上海的景象喔 像是呢 就有人在上海的火車站附近拍到 這樣子的畫面喔 就是很多人拖著行李喔 急急忙忙的 要趕著離開上海的景象 讓這些網友喔 大探說 這是世界末日的 逃難景象嘛 然後看到呢 有人就背著大背包喔 徒步的要走到上海的機場喔 那預計要花兩天的時間 才走得到 但是呢 他還是要繼續走喔 因為呢 這樣子走下去 才有希望可以逃離上海 才有深入啊 那我們也看到喔 這裡呢 有一名女子 她還是拖著大行李 一個人非常孤獨的 走在高架橋上 這高架橋看起來是 綿延無奇啊 不知道哪裡才有盡頭的感覺 感覺得出呢 他也是不顧一切的 要離開上海喔 看到這些景象喔 不知道 黃志賢 會不會慶幸自己早早就落跑了 而離開上海 回到台灣 所以他才能繼續在網路上 曬他的美食 給他的上海同胞看呢 唉 所以呢 雖然現在這些上海人 應該都很佩服黃志賢的先見之明吧 好 那今天的一週新聞回顧 就到這邊啦 想知道更多法律之士 別忘了訂閱 銀針律師的一個最新頻道 以及追蹤我的IG 和到我的臉書粉絲按讚 那記得趕快加入我們頻道會員 以及觀看麥最後囉 我是銀針律師 我們下次見 掰掰